苗族作为东亚地区一个庞大的少数民族群体 广泛分布于中国贵州 湖北 湖南 四川 云南 广西 海南等省区 以及东南亚的老挝 越南 泰国土地 据中国统计年间2021统计 中国苗族人口已超过1100万 苗族自称多样 如母 蒙等 新中国成立后统称苗族 苗族的历史可追溯到炎黄时期的九离部落 由池游领导 居住在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 捉路之战后 九离部落多次迁徙 形成了今天苗族分散居住的局面 苗族历史上共经历了五次大迁徙 从黄河下游逐渐扩散至今天的分布区域 在信仰方面 苗族拥有复杂的宗教体系 主要包括自然崇拜 图腾崇拜 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 自然崇拜如继天公地母以求丰收 图腾崇拜则以封墓 蝴蝶 含糊 鸟 龙 凤等为象征 祖先崇拜在苗族中盛行 各地有杀牛祭祖 玩罗院等活动 而鬼神崇拜则体现在巫师师行巫术 驱逐恶鬼的仪式中 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 分为湘西 前东和川前天三大方言 方言间差异显著 文字曾在历史上失传 后游苗族知识分子和传教士 共同创制了多种文字系统 如石门坎地区的泼拉丁苗文 和基于老苗文发展而来的 拉丁拼音苗文 以及东南亚地区使用的国际苗文 苗族服饰色彩艳丽 饰样繁多 尤其是女性服饰 堪称中国民族服装之最 女性常穿窄袖 大领 对经短衣和白整裙 佩戴繁复的银饰 而男性则着着装较为简单 多为对经短衣或长衫 尖僻羊毛粘 头缠青色包头 苗族人名能歌善舞 歌曲多无乐器伴奏 如前东南的飞歌 高靠豪漫 乐器主要有儒声 唢呐 乐琴等 儒声舞是苗族传统舞蹈 多为男吹儒声 女作舞 也有女性边吹边舞的独特形式 刺绣与腊染是苗族的传统工艺 图案以龙 鸟 鱼 铜骨 花卉 蝴蝶为主 是苗族服饰的主要装饰 这些记忆在苗族女性中代代相传 承载着苗族的文化传统 苗族拥有着非常特色的节日和庆典活动 其中古葬节 龙传节 姿妹节 跳花节 花山节是苗族的重要节日 古葬节展示苗族的卢生 铜骨 银饰等 龙传节祈求风调雨顺 姊妹节表达对亲友的思念和对爱情的向往 跳花节则是青年男女表达爱意的机会 其中花山节是苗族的重要传统节日 流行于川南和云南东南部 通常在农历正月或五月初举行 每逢佳节期间 苗族人会穿上节日神装 到高山上栽花树 举行对歌 跳炉生舞 斗牛 跳狮子舞 爬花杆等活动 花杆是花山节的重要标志 象征喜庆和吉祥 节日结束时还会进行导花杆仪式 花山节不仅展示了苗族人的才艺和风情 也体现了他们对祖先的敬仰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